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控制變音法 就是我們用來做實驗的方法 這個看看就好了 這只是一個名詞 會影響一個事情的因素就稱之為變音 加熱一個燒杯的水 水溫會有多高跟火有多大 跟杯子的材質跟加熱的時間都有關係 這個我們就叫做所謂的變音 就叫做所謂的變音 然後會叫做所謂的變相 如果用數量表就叫做所謂的變數 真正的數字就叫做所謂的變量 這個沒有關係 看看就好 重點是我們的變音分做三種 一種叫做控制變音 保持不變的因素 一種叫做操縱變音 我讓它改變的因素 ABC 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ABC 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ABC 控制變音 我改變株 株叫做所謂的操縱變音 然後去測量E E 所謂的硬變變一 我去測量的 我去測量的 我改變了株去測量E 株叫做操縱變1 E 叫做硬變變一 然後呢 重點是 在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一次只改變一個變音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操縱變音 其他的都要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就是我們的控制變音法 一個變音去改變 其他都表示 然後我就可以知道 我改變了珠去測量1 然後就看看1的變化 我就可以知道珠跟1有沒有關係 然後會成正比還是會成反比 就是我們的實驗的想法 叫做操縱變音法 所以呢 我想要知道水量 怎麼樣影響到我的溫度 那我的加熱時間啊 燒杯的材質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通通都要保持不變 煮火的大小啊 都不變 然後只改變誰 只改變我的水量 100毫升 200毫升 300毫升 去看看會有什麼影響 這樣做完之後 我就會曉得 水量跟我加熱後的水溫 會有什麼關係 我們考試的重點 我們學習的重點是 你必須要了解 你整個實驗做完 你就是了解 操縱變音跟應變變音的關係 A B C 不變 改變珠 測量1 知道珠跟1的關係 其他的 你都不曉得 考試題目 有一種 就是要問你說 我這樣做實驗 請問你 我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有一種是 你想要知道這件事 你要怎麼做實驗 然後呢 有些話是對的 可是你的實驗看不出來 剛才講了 我改變水量 去看水溫 我了解的是水量跟水溫的關係 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他寫了一句話叫做 加熱時間越久 水溫會越高 這句話 本身是對的 加熱時間越久 水溫越高 本身是對的 可是不能選 為什麼 因為在你做實驗裡面 加熱時間不變 你看不出加熱時間跟水溫的關係 這就是你必須要謹記在心的 操縱邊音法 控制邊音法 你最後了解的是 操縱邊音跟應變邊音的關係 就了解一個跟另外的關係 其他的 通通不知道 就算他的敘述證券的 也不可以選 也是不知道 不了解 就這邊要告訴你的 我能了解什麼事情 就是有關於 控制邊音法 你所需要知道 明白的事情 OK嗎 OK 很好